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台服下一位新英雄馬家 在左下角可以看到推薦的出裝跟奧義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個人認為這隻角色究竟值不值得大家去購買 還有這隻角色的強勢度分析他的技能組 我們先從馬家的技能組開始介紹 當馬家生命減少時會召喚影之 隨著普攻跟技能攻擊敵人的時候會回復生命 並降低敵人跑速20%兩秒 再來是他的一技能 往前施放一個衝擊波造成魔法傷害還有緩速兩秒 是前期遠距離消耗的主要技能 所以優先點滿 而且點滿會降冷卻 再來是二技能會召喚蟲蟲攻擊自身周圍周遭的敵人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個範圍圈圈 那就是他的施法距離 那點高是不會降冷卻的 而且傷害比一技能還要來得低 所以二技能會最後點滿 最後要來介紹大招的部分 會變成幽影狀態 也就是免疫傷害增加跑速 持續兩秒無法指定 那開啟跟結束的這個狀態呢 都會對周遭造成魔法傷害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重點 冷卻時間都是24秒 也就是說呢 你點高到大後期來說的話 你這個冷卻時間會非常的久 以40%冷卻全滿的情況下 你大招的冷卻時間接近要15秒 那基本上呢 你在一次會戰中你是開不太到兩次大招的 那在馬加的一二技能來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魔法傷害 二技能打過去是352 在前期來說 我四等的傷害 比起其他的中路角色來說低很多 那我們就先來聊聊看 馬加這角色究竟適合走哪些線路 那輔助跟打野位呢 是直接撇除掉的 因為這角色呢 技能組 機動性都不高 那再來是 清野速度也是慢的很誇張嘛 這個你們不用想也知道 所以這角色比較適合走的 就是邊線跟中路位 但是在邊線呢 如果你遇到了像是女超人 超人夜叉 或者是一些容易貼身上來打你的角色 這個緩速的效果跟傷害量來說 基本上 你只會被打好完了 所以呢 這角色我個人認為 他現在比較適合的只有中路 那勉強能夠打邊線位 那這樣一個CP值來說的話呢 我們直接切入今天的重點 這角色呢 我是不推薦大家買的 他弱的程度呢 會讓你懷疑人生 讓你完全沒辦法相信 自己打出來的傷害 會有多麼的可怕 居然打不死對方 然後能做到的事情來說的話呢 整理來說 有更多角色可以取代他 因為沒有所謂的硬控制喔 那這樣的一個馬家 尤其是他的被動 敘述的不清不楚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剛在下半部的這個回血量 我在接近大概 四分之三左右的血量來說 我是不會觸發被動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現在是六等 101的戰績 我技能全丟了 我打不掉他們三分之一的血量 基本上毫無威脅 如果我是什麼圖倫或莉莉安的這種角色 我絕對電到那個猴子飛起來 但今天我不是 我是馬家 你可以看到這個大招 我打了335 再一個三百多 漂亮 我成功打掉夜叉的三分之一血量了 在我技能全中的情況下 好 我們先不要聊這個 再聊下去呢 我覺得我都要懷疑人生了 我覺得我這個角色 看起來有點奇怪 那我們來聊聊他好的地方 他呢 本身的被動呢 帶了一個 20%的緩速 在他血量低 我猜應該是 三分之二左右開始 他會觸發了一個 可以緩速2秒20%的被動 不管是技能或者是普攻都會有 但是效果並不明顯 然後隨著血量越低的話呢 他施放技能的回血量會越多 那這個回血量究竟能回多少 在製部影片後面呢 也會有我殘血 面對到對手的一個情況喔 所以不用擔心 後面會幫大家測試 那我們這裡呢 去抓一下這個景 跟這個夜叉 那這個角色呢 基本上是 這兩個擊殺 基本上所有角色都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不列入考量了 那比較可惜的是呢 在馬家的被動啊 因為他敘述的不清不楚 所以呢 我們沒辦法像是艾瑞的那樣 艾瑞的被動就寫得很清楚 他就寫說 他獸靈碰到對手之後 會打對方的3%生命 回復自身3%生命 那非常清楚 淺顯易懂 但是呢 馬家這邊的話 就只能用感覺的去測試喔 那再來呢 他的一二技能來說的話 二技能冷卻時間是固定5秒 一技能呢 則是 一等的時候8秒 點高到最後6秒 再加上呢 我們出到冰上 這樣子一來一回合在會戰中施放 如果我們的血量低於可能50%之類的話 我們在會戰中造成的緩速效果 還是非常不錯的 可能可以給隊友更多的收頭空間 但是呢 我 就是傷害面不夠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是非常可惜的喔 這角色呢 雖然有非常多的緩速技能 那還有附帶了一個低生命的時候 有一個回血技能 那再來就是他有無敵效果 那免疫控制的情況下 有增加跑速移動速度 那最後我們再出上了這個免疫裝 我們有兩次無敵的機會 但是就算有兩次的無敵機會 我們基本上也是撐不到第二次的大招好 那我在這裡已經是一個402的戰績了 我們這裡呢 利用一個大招閃掉了這個景的傷害 算是一個outplay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大幫助 好我們這裡來測試一下這個殘血回血量 你可以看到呢 我丟這個技能 我們終於買到了嗜血法杖 呃 全招技能交完之後呢 我只回到了三分之一 而且是在我剛買完了 這一個生命法杖的前置裝備 就是有附在吸血效果的那一個 那這裡來說呢 他在殘血的回復能力呢 比艾瑞低的很可怕 也是懷疑人生 你覺得這個吸血基本上呢 是幫不太到你什麼的 因為你在一輪的技能中 你可能就只能夠 施放個兩次吧 一個會戰中 你施放個兩輪技能 我覺得算很多了 我們這裡呢 是被悟空連續爆了四棒 那我們這裡呢 利用一個一技能加二技能 就再一個大招 我們的回血呢 是非常無感的 最後呢 成功靠著我們的刀鋒carry 拿下了這個擊殺 但說到這邊呢 相信大家已經 對這角色有一定的認知跟了解了 那如果你是已經期待了很久 這隻角色的話 我個人呢 還是有一個好消息會告訴你 我個人認為官方在 銷售沒這麼強勢的英雄的時候呢 他的價格會相對性的調低 所以呢 你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去買到這一隻英雄 這算是一個我覺得 不幸中的大幸 那最後呢 大概來聊聊一下 這角色的一個玩法跟操作 他基本上呢 就是不停的利用一二技能去消耗對手 然後他的一技能呢 有稍微超出了他 這個指向技的那個顯示範圍 再多出去一點點 這算是好事 因為對於角色來說的話 他的技能能夠多那麼一點點的話 其實可以打到更多的人 那二技能的話範圍其實蠻短的 需要靠大絕貼身的時候去釋放 那大招貼身的時候呢 是可以同時用一二技能的 那我剛剛也有提到的就是 這角色既然他傷害不高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考慮出一個全攻擊裝 就是不要什麼冰上了 你就是買一個暴力型的玩法 之後呢直接利用操作 利用大招去閃傷害 然後其餘時刻呢 你可以跟莉莉安一樣 用這個遠程的一技能消耗 消耗完之後再進場 但是這樣的一個玩法來說的話 你可以幫到團隊的事情就更少 那另外一種玩法呢 就是像我這種 就是出一個半坦 然後吸血啊打控制的這種 那我們這裡呢是想要跟刀鋒 因為他會講中文 我想要跟他分享一個有趣的笑話 也順便跟觀眾分享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你們知道狗狗的英文怎麼寫嗎 那這個答案呢 非常的簡單淺淺易懂 就是Dog 那接下來呢要串聯到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蠟長狗的英文怎麼寫 那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我會顯示在下方留言置頂的那個顯示更多 那如果你已經聽過了這個笑話的話呢 你也不要覺得無趣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呢 比起看到了這一隻 現在我覺得 懷疑人生的英雄來的更好一點 那這邊呢可以看到我們的刀鋒呢 是 他可能覺得 我問他狗的英文怎麼寫 他可能覺得我在罵他吧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覺得有攻擊性 所以呢 他就用了一個比較 嗯 不想要理會的這種詞語 那沒有關係 這邊是我沒有表達清楚啊 那我們這邊呢 就來讓他看一下這個吸血的效果 那我們的刀鋒呢 看起來是要打嘴砲了 我們就 呃 想要看一下他究竟會打的什麼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回覆了他 我的英文是什麼 那他最後呢 回了一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把他遮起來了 那這裡呢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玩馬加這隻英雄的話呢 我建議你的生命法杖一定要早點出 他給到了一個護盾跟這個吸血效果 對於馬加的這個需求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他沒有這個生命法杖吸血的話呢 整體他的血是完全吸不起來的 那 最大的天敵呢 也就是兩把降治療的裝備 那這兩把裝備 只要對方有出的話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會讓你完全吸不起任何的這個續戰力 那最後呢 感謝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你講解對你有幫助 或者是笑話好笑的話 你可以幫我的影片點一個喜歡 那你有任何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跟我分享 那想追蹤我生活動態 可以到我的Facebook還有IG點個讚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